我去 这不都化了吗 打架宝红冰霸杯 先看视频 冰霸杯你得有吧 简直就是夏天一栋小冰箱 900毫升的大容量供我喝一天 304不锈钢内胆轻松锁住温度 还是双银口的设计真的很贴心 有了它一整天都能喝到冰的 同款冰霸杯买回来了 号称一栋小冰箱保温一整天 我咋弄不信呢 待会咱们必须挑战个狠的 900毫升的容量倒是真的很大啊 硬着不用走续杯了 它这是有两个喝水口的 这个是堆嘴喝的 这个是插吸管喝的 咱们给它装上水 看看密封性怎么样 不露水啊 密封性还可以 但是它既然号称冰霸杯 那咱必须测个狠的 先放着一只雪糕 先把雪糕冰块放进去 然后咱们把它煮半小时 我就不信它不化 全程我没动过杯子啊 水位大家可以看到 是在一直下降的 视频咱们只加速 一点没有剪辑 半小时到了啊 咱们一起来看看 哎 你们看 煮了半小时 竟然还有这么多冰块 几乎没花出水来 这个雪糕的白霜都没化掉 真的有点离谱了啊 天呐们 然后这个杯子 我昨天就装上冰块 在阳台放置了 现在已经快30个小时了 咱们看一下 喝 还有这么多冰块 然后雪糕也没完就化掉 这个保温能力真的是有点离谱啊 他说内胆和吸管都是304不油钢材质 咱们测一下 检测液都没有变色啊 确实是304不油钢材质的 这个冰霸杯大热天的喝个饮料 确实不错啊 好油钢材质的 但是5不油钢材质的